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没有要求 对 我刚刚心里就是 就是打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比如说 早上说早安 晚上说晚安 有一天不说你就记 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 我以前是的 少说成晚安都有点不到位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了 就比如说他刚开始 每天都是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突然没了 突然有天 怎么了 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互相的东西嘛 对吧 他如果从开始就不是早安晚安早安 那你也就习惯了这个 不过还有一个小细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 我觉得我观察是 你注意力 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特别集中 对 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对 我们死党在一起 别管我啊 你别管我 你也不要要求我 你的集中罪 我知道我们是一种 在一起的那种氛围里面